昆明犬 聪明伶俐 刚猛顽强 瞬息万变的景物一线 他们出手不凡 总能一招致敌 十万火急的工作现场 他们激进执着 总是高奏凯歌 作为我国传承六十多年的优秀犬种 今天他们的精彩故事依然在继续 全能高手诞生季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一 二 三 二 三 就是我们治安防防犬的行为识别科目 我们分为攻击性行为和友善行为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老百姓在接触我们警犬的时候 只要他行为友善 你可以来摸一摸 抱一抱我的犬 可以来主动地和我们警犬互动一下 马上要切换场景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攻击行为出现了 攻击行为出现的时候 他一样要回应你攻击 面前的几头昆明犬 虽然看上去体型不小 但其实它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一岁 这几头昆明犬性格强悍 呼咬欲望强 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后 它们将会成为优秀的治安防范犬 昆明犬的护卫 遥补作业上正式力强 警局性高 胆大 凶猛 持诚力强 而且在整个训练中一旦形成了条件反射 它是稳定而且持久的 为了更好的贴近实战 教官隆灵布置了类似警务现场的训练场景 几名助训员手持道具以暴徒的角色进行挑衅 受训犬则在训导员的引导下 对挑衅者予以回击 这个训练当中我们就需要提升犬的自信心 保护他的自信心 不能说压力给过了 他一下就被打击下去了 通过训练 昆明犬勇气和信心也被有效地激发了出来 几个月后 他们将会奔赴警务一线 成为实战中的利器 昆明犬慢热 但是它一旦到达你要的高度以后 它的抗击打能力 它的持续性 还有它的工作的积极性 这方面是很值得一提的 让犬大面积地搜索 让犬大面积地搜索 对 你看 我们要学会观察犬的反应 昆明犬不仅扑咬能力强 在嗅觉方面也有突出的优势 收训犬旺仔正在进行物证搜索训练 在训导员的口令下 他将寻找隐藏在草地中的一把剪刀 不管是我们完整的一个人的气味 或者是非常细微的一根线的气味 我们的昆明犬都能够很认真地把它分辨出来 通过几分钟的搜索 旺仔顺利发现了目标 通过这种方式的奖励 犬就不会抬头来看 来不会看我们的奖励了 犬就会把鼻子一直贴着那个物证的地方 犬就绣了个地方我们奖励它 绣了个地方我们奖励它 犬的这个能力就会越来越好 在我们的训练过程当中 训导员对犬的这种刺激 或者对犬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是我们训导员来说 你是在训练犬 对于犬来说 它就是一个玩的过程 一个游戏的过程 所以我跟主人玩这个游戏 没有挑战性啊 然后你再增加难度 这个犬依然能够完成 慢慢慢慢通过这种训练犬的自信心 就会越来越高 昆明犬具备全面的扑咬能力和嗅觉能力 加之他们体能好速度快 又具备跳跃性好 耐力持久 警觉性高 服从性好等诸多方面的优点 因此昆明犬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在昆明犬的创新发展 要坚持基础性 前沿性和应用性 而基础性的方向呢 主要是在定向发生域 专项培训 拓展使用方面 起的一些时效 警犬追风嗅觉灵敏 奔跑能力强 正是因为这两个优势 它被培养成为了追踪犬 追踪是警犬嗅觉作业中最难掌握的科目 而追风不仅可以适应各种复杂环境 还能随时从容应战 我们接到这个支队的指令 说在我市的一个乡镇 一个村庄 有一个两岁左右的儿童 男童走失 经过民警了解 小孩是当天中午在自家的农田里 跟随大人收玉米时走失的 而此时 孩子失去踪迹 已经超过了六个小时 起初发现孩子不见后 家人和村民们马上进行了搜寻 但走失的地方是大片的玉米地 而且还有茂密的桑树林 即便是在白天 想找到人也很困难 天黑之后则更加艰难 虽然寻找孩子的人员 在不断增加 但是搜索的效果却难以显现 因此 大家希望警犬能够带来转机 开始说是五十米 范围五十米 然后再加五十米 像这个慢慢的换艳性的 像这种搜索出来 曹德坤带领警犬追风 开始追踪 他希望能快速找到孩子的行走方向 我们在警犬付了绣炎之后 他要能够找到 跟绣炎相同气味的那个点 让那个上线追踪 他上线追踪了 这边这个起点突破 这样突破起点 虽然孩子的方向 一时难以确定 但人们一直没有停下搜寻的脚步 走失的孩子还不到三岁 行走能力有限 距离不会很远 有可能在哪里玩耍 或者是玩耍玩着累了 可能就睡着了 可是虽然人们一刻不停地呼喊 但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此时正值秋季 夜间的气温已经很低 时间越久 越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 半径就两百米左右 然后犬就开始有所反应 有所反应 然后我们就一直 就从那个方向一直走 警犬的反应 使搜寻队伍看到了希望 他们跟随在警犬身后 警犬追踪一段 搜寻队伍也就跟进一段 它不是一条线的直接过去 这是左右 左右像这样 搜索的气 可能是孩子留下的气味 非常危弱 警犬的追踪一再中断 人们的心也绷得越来越紧 一公里 两公里 五公里 谁都没有想到 警犬竟然会追出了 这么远的距离 两岁的小孩 走这么长的路 我们都很怀疑 估计是不可能 我们都很怀疑 前世不是追错了 表现出那种很兴奋的样子 闻到气味以后 它就往前面很快地就出去了 但是 警犬追风的表现 显然是已经嗅到了孩子的气味 因此 大家的信心又坚定了下来 没睡 一天晚上都没睡 我们都是连夜一起工作的 一直将警长地能够 尽快地能够遭到小孩 经过漫长的搜索 在警犬追风的引领下 人们终于在七公里外的树林中 找到了幼童 而此刻 时间已经过去了 整整十七个小时 哎呀 那个太高兴了 终于找到小孩 但是还在 还在睡觉 两次的小孩 会摸到七公里 摸到无法想想 但是他走出那个眼里 只有能找到他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奇迹 这次搜寻 共有二百多名人员参与其中 警犬追风 为大家提供了准确的方向 长时间连续工作 追风也表现出了 超强的体能和耐力 这也正是昆明犬的一大优势 像在云贵高原 昆明犬 它处于高原这一块 它的缺氧能力强 所以它的耐力 各方面来说 表现会非常好 比一般的犬种 要更好一些 工作人员正在给一群 出生四十五天的幼犬 植入芯片 由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 繁育的幼犬 都会植入符合国家标准的芯片 进行个体标识 然后这些标识信息 会融入到警犬信息管理系统中 在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的实验楼 工作人员利用科学仪器和实验样本 就可以对昆明犬进行多项深入研究 这里也体现了目前昆明犬 创新发展的前沿性 李靖2014年 从云南农业大学 动物营养与饲料专业毕业 进入基地工作 2018年 他开始攻读云南农业大学 动物遗传育种 与繁殖专业博士 主要是针对昆明犬的耐力形状 还有它的高原适应性 还有就是基因组选择方面的一些研究 往前面可以的 在以往实战工作中 昆明犬的工作持久性和超强耐力 表现得非常明显 李靖和同事们通过实验证明 昆明犬有一个相关的基因 与它的肌肉运动有关 对这个基因进行改良 可以进一步优化昆明犬的体能耐力 在昆明犬的高原适应性方面 李靖和同事们 对比了几个常用井犬品种 在高原环境下的生理指标 比如说汉族人和藏族人 那可能在身体生理指标呢 主要就是血氧的结合程度 那就不一样 然后我们也是结合昆明动物研究所 它的相关研究呢 挖掘了一些相关的 对高原适应性上的基因 辅助证实了一个昆明犬 更适合在高原地区 复杂环境下的一个作业能力 目前 公安部昆明犬基地 正在做昆明犬全基因组研究 利用找到的遗传标记 开展分子辅助育种工作 如果是能够挖掘到昆明犬 在嗅觉作业能力 或者是胆量 兴奋性和嫌取欲望 这三个主要仅有性状方面 由于其他犬种 有一些独特的基因的话 那这个结果就可以继续指导 我们进行分子辅助育种研究 现在的昆明犬 经过近70年的传承 保存了完备的谱系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 公安部昆明精犬基地 正努力培育 更加符合景用实战要求的昆明犬 除了在繁育过程中 对昆明犬进行优化 实战性也是昆明犬 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 贴近实战的这种训练要有 平时训练和实战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贴近实战的训练 我觉得要在这方面 要进行开发 这样的可能我们的犬 训练好以后 在实战当中才能够发挥作用 2022年2月 福林从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 来到普尔边境管理支队 成为了一支击毒犬 它的主业就是搜索毒品 昆明犬的体型较大 它也可以代替巡逻犬使用 所以在执勤的时候 我们也会带上它 2022年8月13日下午 福林和训导员开展知安巡逻 走到一片小树林的时候 福林突然变得很兴奋 对着我叫个不停 当时我就感觉到有异常 民警们决定跟着福林的指引 去查个明白 开始去吧 然后我们就带着福林 往树林里面走进去 大概走了五六米的样子 福林就往旁边的草丛里穿进去 然后卧在那里 我们发现前面有一个背包 和一个手提袋 发现毒品可疑物 把包一打开后 就发现了里面装满了毒品可疑物 好 走来来来来 来 好 走来 好 走来 来来来 当时我们确实是震惊了 好 走来 对于查过的这起毒品案件 请选福林是功不可摸的 好 走 随后福林进行嗅觉追踪 民警在附近将丢弃双肩包 和手提袋的犯罪嫌疑人 成功抓获 此次查获冰毒25块 共计14.16公斤 福林的能力 在实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于犬来说 他只知道文气味 但具体藏在哪 他不知道 具体在哪 你要殉导员 你去查 这个就是殉导员和犬之间的这种 相互信赖 对犬的肢体颜言的掌握 或者是对犬的能力的掌握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场搜捕演练 几名特战队员正在寻找一名犯罪嫌疑人 队伍中有一名特殊的成员 他就是九岁的昆明犬涛杨丹 作为抓捕 作为搜捕的这种搜捕犬 融入到战术小组里面的这种 也可以叫特战犬 我的要求是什么 他身体结构要紧奏 运动能力强 胆大 凶猛 自信 抗压能力强 环境适应能力强 服从能力好 特战小组逐一对每个房间进行搜索排除 警犬掏养丹与队员的配合也非常默契 我个人认为相对于我们有一个警协 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武器的延伸 我们眼睛看得到地方 手打不到用没犬去打到 眼睛看不到地方让没犬去搜到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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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小组点裤腰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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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捕演练圆满结束 而演练的目的就是让警犬更好服务于警务实战 2019年7月 宜宾市的一个住宅小区 一名网上通缉的犯罪嫌疑人 正在居民楼内与警方对质 禁毒大队大队长给我打电话 就说他们有一个寻衅自适的网上逃犯 然后被他们就是围困住了 根据前期侦查 与这名再逃的嫌疑人在一起的 还有两名涉毒人员 他们已经在房间内驻留了数小时 此前禁毒大队的民警已经多次喊话 但屋内的人员却始终拒绝开门 就逃犯也是吸毒人员 他们几个都是吸毒的 万一嫌疑人发生对抗冲出来了 就怕又对其他群众有伤害 连续警告了三次以后 屋内人员仍然毫无反应 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 民警决定开始破门 下面警戒了群众上不去 楼上的三楼以上的我们也警戒了 上面的先暂时不让他下来 房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警犬率先冲入屋内 犬速度比我们快 给他一瞬间的这种震慑 我们争取了时间和突击抓捕的空间 昆明犬易胜龙为抓捕行动的成功 贡献了力量 屋内的三名涉案人员 全部被警方控制 对周围群众的安全隐患被彻底消除 在北京市公安局警犬基地的操场上 训导员屈兆宇正带着一头昆明犬训练 这头犬名叫宝宝 好 好 好 她是比较专注的 而且她就是耐力比较强 现在宝宝走在障碍上如履平地 可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不是这样 比如说练障碍的时候 她是一遍一遍 从最开始她都不会 然后呢 从比如说从高台上摔下来 但她不会说加尾巴 也不会害怕 她就会带她一遍一遍往上走 一遍比一遍顺利 一遍比一遍成功 2019年 屈兆宇开始带宝宝 这是她带的第一头大行犬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宝宝不断解锁新科目 给屈兆宇带来惊喜 最开始训的先是服从 然后所有犬开始都是服从 然后是搜报 然后训的搜毒 然后也接触过一段时间的扑咬 通过我们训练发现 它这个昆米犬队自己的技能的掌握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它记录得非常扎实以后 它不会遗忘或者会倒退的这个情况 2020年1月 根据工作的需要 宝宝开始接受安保方面的训练 进入21世纪 警犬的工作范围逐步扩大 在传统的追踪 扑咬等科目之外 警务巡逻 重点场所安检 以及对大型活动提供安保服务 成为了他们的日常工作 昆米犬的这个受外界的干扰的 相对影响较小 它的专注力比较高 一个是它学习能力强 一个就是专注力比较高 昆米犬引进之后 人头北京之后 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后来我们就是根据它这个 性情比较沉稳 我们应用在大型安保 大型安保 但是通过这几年的实践 还是不错的 接受过训练后 宝宝参加了2022年 北京冬季奥运会 2022年全国两会等 一系列重大活动的安保工作 圆满完成的任务 执战过程中 这个安保中啊 昆米犬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优秀 它这个作业状态非常的稳定 这个跟主人的配合 跟这个整体作战 非常的契合 契合度非常高 这里是北京市国安局 海淀分局反特巡支队警犬中队 目前这里共有18头县易昆明犬 分别从事扑咬 搜毒 搜报 物证 追踪 治安等工作 在警犬训导员的带领下 这些警犬每天都坚守岗位 守护着人们的平安生活 根据警务实战的需要 北京市公安局警犬基地 和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合作 开设了昆明犬训练班 集中培训昆明犬 北京就是对这种 这个权重的需求啊 大家的意愿还比较强烈 所以我们就是今年吧 计划进行一个大拼了 以及进行一个时间性的一个探索 之前是不是你们已经初选完了 对 目前我们一共是选了35头犬 其中啊 狼青是有21头 黑背是有11头 草黄有3头 昆明犬专项的北京班 我觉得也是把我们昆明犬的这个品 在苍亮的最好的机会 2022年9月28日 23头昆明犬抵达北京 在接受专门训练后 这批昆明犬将很快投入警务一线 让咱们昆明犬啊 成为我国警犬的特色品牌 夜来夜得到广泛的应用 做出更多的特殊贡献 成为世界一流的警用工作犬 应该说从整个犬的使用效果 是非常好的 作为我们中国的一个警犬业的一个自主 知识产权的一个品牌 一个品牌犬来说 应该说这个道路会非常的广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